真烤煮炸還是火鍋 各種美食當前 但遇到冷天民眾首選 還是要吃鍋 吃火鍋 因為火鍋吃起來的話 它會很溫暖 火鍋吧 麻辣火鍋 但在中一吃角度 麻辣鍋將不壓到麻油肌 這種燒熱食物會助長火氣 燒掉血液中的滋養成分 吃多了恐怕容易讓皮膚干癢 如果攝取過多一些燒熱食物 通常那些都是屬於 比較重口味的食物 那一些鈉含量比較高 那也比較容易造成 血管收縮的部分 血液的循環就會變得 比較差勁一點 那可能就會影響到 我們皮膚的一些循環 那有可能就會產生皮膚癢 中醫師說 血液含有滋養脏腐的功能 如果身體長期失去血液滋養 就會造成虧虛的狀況 容易造成全身虛弱的血虛體質 建議使用當歸來補身 陰液的部分被消耗掉之外 那相對的陽氣的部分 就會顯得過旺 那可能就會導致 我們火氣比較容易上升 那是這個當歸羊肉湯的部分 那來增加體內血液的循環 那改善皮膚的狀況 醫師建議 老年人會經常熬夜硬醜年輕人 如果想避免貧富肝癢問題 建議衣服多穿棉質 而洗澡水也盡量不要超過35度 如果出現肝癢的情況 就要多擦乳液 冬天來臨冷搜搜 從日常生活到吃什麼都要慎選 才不會讓健康出問題 接著西亞洲專門看 今天台北採訪不到 帶了我們家的衛生 詞擬血液的部分 你好 谢谢大家